涨涨涨 下午电气城工作人员正在忙着给各类家电更换价格标牌 走进上海家电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冰箱价格涨了约合台币1700元 75寸电视更惊人比农历年前贵了17000元 大陆电视机价格不到一个月最高涨幅达到20% 这样的速度和幅度破了10年记录 原因就是制作家电的主要原物料铜国际价格直线往上标 期货价格涨破每顿9000美元9年来首件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么铜它是整个有色金属板块中的航母级的水平 而且铜价它上涨之后 它其他的像其他的品种它属于一个护衣件的位置 那么航母往前走了 那么护衣件的话也会跟着往前走 在铜的带动下国际铁价涨了30% 铝35% 不锈钢45% 塑胶35% 在台湾家电价格除了受原物料影响 进口的货柜也是关键 我们大部分都是进口 包括零件或者是组装都是进口的比较多 原来我们在进海的就出海的 我们才100块美金 但现在都涨到将近3000块美金 此外因为台湾包括电视电脑荧幕面板 70%以上都来自大陆 但因为近来大陆降低产能或公布应求 价格攀升 中华民国电器工会理事长预估 台湾家电三月公布的价格 可能会涨5%到10% TVBS新闻中华不倒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